你知道吗,这三个时间段对我们的健康长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医认为五十岁守残经,六十岁守残气,七十岁守残血 那这三句话分别是什么含义,以及如何去守 今天崔医生告诉你答案,帮你解开长寿密码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五十岁 皇帝内经说五十岁干气衰,干叶是薄,木不能明 什么意思呢,因为干开窍于木 五十岁的时候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人这眼睛也越来越不中用 眼睛模糊,事物不清,老眼昏花 对此类干需影响的眼睛问题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明目地黄丸来养干明目 那说完五十岁,接下来再说六十岁守残气 同样是出自于皇帝内经的一句话 六十心气使衰,气血使堕 这人一到六十岁就会发现很多事就没精力去做了 必不从心,因为心气已经开始衰败了 中医认为我们的心是煮血脉的 心气由气血如氧 如果心气不足,气血不足 就可能会出现倦怠乏力,周身困重,没有精神等情况 对此我们可以参考一个人身养荣丸来补益气血 养心气 最后一个就是七十岁这个年龄段了 人一到七十,皮的功能也开始慢慢不行了 中医认为皮为气血生化之源 如果皮不足就容易导致血不足 那这样的人就容易看起来皱巴巴的,没有营养 这主要是身体缺少了气血的充盈 并且中医认为皮喜躁而勿施 所以我们一是不能常居住在潮湿的环境 二是要记得健脾而达到去内湿的目的 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可以参考一个人身健脾丸来健脾 一气,那如果说气血也不足了 可以参考一个龟皮丸来健脾养血,一气安神 当然了,到了这几个年龄段,可不能只会吃药 我们平时可以隔一天,爱揪十到二十分钟足三里 中医有句话,就是长揪足三里,盛吃老母鸡 可见足三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健药学 适当的爱揪也有益于我们的健康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